新北市阿美族總頭目陳雙榮代表所有新北市頭目群 為八月一日全國原住民族日進行祈福儀式 新北市長朱立倫還用了足語向眾人問候 十四族的青年穿著自己的族群的服飾 共同以走秀的方式 端上各族群的風味餐來慶賀二零一三年的原住民族日 當年參與援運的新北市議員一將巴洛爾 也來到現場說明一九九四年八月一號 憲法中歧視性的字眼 山包更正為原住民這段歷史 從一九八四年開始到一直到一九九四年總共有十年的時間 是我們全國的原住民族的主人們一起要求我們政府把山包這個名稱改為原住民族 所以我們是不是為我們一起抗爭的所有人給他們掌聲好不好 行政院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五號召開第兩千九百四十四次院會時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 明定每年八月一號為原住民族日以紀念原住民族在一九九四年八月一號證明成功 不過八月一號目前只紀念不放假 新北市的排灣族頭目認為原明日政府應要有更大的作為 我倒是希望政府能夠給我們真正的落實 我們能夠有放假的假日 是在八月一號的這麼一天 排灣族頭目認為將八月一號定為國定假日 就是對原住民族人的尊重 此外除了八月一號的原住民族日舉辦祈福儀式之外 新北市府也特別將大廳打造成泰雅文化走廊 就是要讓新北市民感受到來自於烏來區的泰雅原風采 為了迎接八月一號的原住民族日 跟八月啟動的一系列的慶祝原住民族日的啟動活動系列的第一檔的展出 那我們將這個泰雅族群的這個貝珠代表尊貴代表一種尊敬的一種尊榮感 帶到新北市政府的這個大廳用一個展成的方式讓大家能夠一揮原住民族的這個面貌 當中除了創新的泰雅服飾成列其中外 更有傳統與創新的貝珠工藝的展示 小朋友與民眾各個貼近櫥窗一窺究竟 展期直到九月二十六號就是希望讓來到市府洽工的民眾 感受到新北市府所帶來的原住民族的文化 接著八路二十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